人都说,男人大都是视觉动物,注意力很容易被漂亮女人吸引,女人大多是感性生物,一点点关心呵护就能让她备受感动。 男人喜欢追求新鲜感和刺激的体验,女人更想要的是一个温暖安定的港湾。 对于男人来说,新欢是个人魅力的体现,是无法抗拒的存在,而对于女人来说,最难以抗拒的,往往是这三种男人。 一,懂她,疼她的人,在一段关系中,女人最想要的,其实并不多,只她冷暖,懂她心酸,能给她温柔体贴的陪伴就足够了。 金钱房车可以一起转,玫瑰钻石可以不用买,藏在细枝末节里的关怀,才最能让她感到温暖。 在坚强的女人,也有脆弱无助的时候,在开朗的女人,偶尔也会感到孤单。 她需要的是有这么一个人,在她疲惫的时候给予安慰,生病的时候默默关怀,难过的时候陪在她身边。 听她说说自己的委屈难处,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,用行动告诉她别怕,我在你身边。 最让女人心动的,是给她安全感,能够呵护她的男人。 二,珍惜,陪伴她的人,有一句话说得很在理,陪伴,是最长情的告白。 能陪你一起走过漫长岁月的人,一定是把你放在心上了。 无论夫妻还是情人,男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女人心,海底针,女人的心思难捉摸。 其实,想要读懂一个女人很简单,就看你愿不愿意花心思去了解她,能不能抽出时间陪陪她。 女人想要的,其实并不多,爱人的理解和陪伴,就能让她很满足了。 所以,能真正走进女人心底里的男人,一定是懂得珍惜,愿意花时间陪着她的人。 睡前互道晚安,睡醒给对方亲吻,说说工作上的趣事,聊聊生活里的见闻,一起笑一起闹,一起面对生活里的风风雨雨,这才是爱情长久的保鲜秘籍。 最让女人感到暖心的,是能一生陪伴,同单风雨的男人。 三,把她宠成孩子的人,有些男人,婚前甜言蜜语说不停,满嘴都是,我会对你好,有事交给我。 真的走进婚姻,却好像变了一个人,不仅什么都不愿意做,当起了甩手掌柜,还把妻子当作免费保姆,完全忘了婚前许下的诺言。 长此以往,女人只会越来越疲累,越来越没有安全感,对婚姻和爱情也逐渐失去信心。 成年人的生活,谁都不容易,所有人都在期盼着女人成为合格的妈妈,贤惠的妻子,给她满满的压力。 但真正把女人放在心肩上疼的男人,是不舍得她受太多委屈,看过多压力的。 在她身边,女人可以做回孩子,想笑就大声笑,想哭就放声哭,偶尔撒撒娇,耍耍赖,在她看来也都很可爱,她想守护你的孩子气,让你做真正的自己。 最让女人安心的,是愿意守护她,能够包容她的男人。 不过这些是年轻女人的看法,女人还是小姑娘的时候,对爱情充满憧憬和期盼,感觉那个真命天子一定是有着白马王子的颜值,有着明星一般的迷人光彩。 青春芳华时代,觉得这才是男人的魅力,男人的可爱。 但是,女人到了中年,思想越来越成熟,经过婚姻阅历,再也不单纯和幼稚。 女人看男人的眼光,有了新的定义,男人的高富帅,实际上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男人得靠谱。 很多中年女人,都想来一次红杏出墙,哪怕只是精神出轨,都想体验一下,一份发自心灵的碰动。 这个时候的女人,婚姻经营地下去,还算有抵抗力,倘若婚姻死水一潭,没了激情,或者干脆走到了尽头,到了一拍两散的地步。 面对如下三种男人,可以说是毫无抵抗力,简直可以用束手就擒来形容。 一,事业有成的男人,光芒万丈,这让女人毫无招架之力,男人之所以能在女人面前扬眉吐气,必是事业有成,财富源源不断。 男人的魅力,是事业提升的自信,有了这种格局,修养和气质都变得风雅。 谈吐和举止也变得彬彬有礼,很有绅士派头。 一个一事无成的男人,在婚姻里,早就没了精气神,女人看着男人窝囊,没本事。 男人自己,都抬不起头来,整天垂头丧气,再加上女人说几句刻薄话,男人更是变本加厉。 整天怨天尤人,婚姻的柴米油盐,让两个人就像打了鸡血,谁看谁也不顺眼,吵架半嘴,成了家常便饭。 婚姻再没有相敬如宾,和谐幸福。 而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,带着满满的成就感,女人看着内心都是欢喜的。 对待这样的男人,女人总是热情有加。 当这个男人向女人抛来橄榄枝,女人怎么能掩饰内心的激动? 满脸羞奶,好像回到了少女时代,恍惚之间,才觉得自己已是罗夫有夫之人,不免生出几分遗憾。 但尽管如此,女人对事业有成的男人,带着九分的仰慕之情。 还有一分,时机成熟,就演变成爱慕。 事业有成的男人,让女人有了安全感。 再加上事业的提升,让男人有了风度,男人体面的形象,让女人心里很是抓养。 如果这男人表现出一点暧昧,女人直接沦陷,丝毫不在话下。 二,懂得风情浪漫的男人,典型的暖男,让女人一见倾心。 几十年的婚姻生活,男人与女人,早就是左手握着右手,没了心动的感受。 婚姻男女,被生活打磨成最平庸的模样,谁对谁也没了新鲜感。 可中年女人,她尽管年长了几岁,依然不失风情,她内心依然渴望一种浪漫,来唤起她的少女心。 这个时候,一个知冷知热,懂得献殷勤,或者会搞小情调,会玩小浪漫的男人,一定让女人心惊肉跳,有了一种出轨的冲动。 中年人的婚姻,任谁都是一场平淡。 在婚姻里缺爱,缺柔情,缺关怀的女人,内心早就变得干涸,她操持家务,过着琐碎的婚姻生活,她虽说是忙碌的,但内心却极其荒芜。 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男子,一旦出现,就像一枚星光,璀璨了她的心房。 平淡如水的婚姻,让女人很想来一次激情澎湃之约。 一地鸡毛的日常,很想让女人换一种活法,让女人回到青春。 四十岁的女人,再不腼腆,她们放得开,也堵得起。 所以,很多中年女人,经不住婚外情的诱惑,尤其是浪漫暖男,更是让她们欲罢不能。 三,幽默有趣的男人,十足的才情,让女人彻底放松,男女在一起,更多的是不停交流,两个人喋喋不休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 这才是有趣的爱情,风趣幽默的男人,不是一副正儿八经的生硬念孔。 同样一句话,幽默风趣的男人会逗得你开怀大笑,而生硬的男人会把你一句话噎死。 风趣幽默的男人,情商够高,他们能化解矛盾,化解尴尬,避免一次次家庭风波。 都说,话不投机半句多,所有的家庭纷争,那一次不是说不上几句话,就开始了抬杠。 风趣幽默的男人,不会和女人较真,更不会揪住女人的一点过失不放。 他们识大体,懂分寸,能化干戈为玉帛,能讨得女人欢心。 中年女人,不会轻易为一句我爱你癫狂,更不会为一朵鲜花惊呼,却会沉浸在一个男人的细说怒骂里,开怀不已。 女人都不想长大,更不想变老,每天的三餐温饱,最意让女人变成黄脸婆,更别说死气沉沉,没有半句轻松搞笑。 这家庭氛围,让女人憋闷,她想出去透透气,当遇到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,她家都能忘了回。 同时跟女人聊天,需要加速的时候就需要加速,如若你始终跟女人聊天客客气气,从头到尾一本正经,你和女人的感情发展,极有可能会有始无终,或者有头无尾。 婚话就是在情场沟通的手段,并且会说,婚话不能脱离实际,实际就是依托女人说出的话。 恰如其分的婚话,除了在活跃氛围方面绰绰有余以外,还能够制造出暧昧。 伴随说,婚话一扬顿挫,暧昧和情趣势必相辅相成,你和女人的情趣会顺势此起彼伏。 说婚话有不同的段位,更高境界的婚话是在有限的范围内,底线是不让女人反感,却能够赢得女人的芳心。 缺啥,补啥,越是缺啥,越是对啥念念不忘。 我说中年女人抵抗不了如上三种男人的诱惑,这不是让女人纷纷冲出围城,都来一次红杏出墙。 而是,我们要懂得中年女人的情感诉求,了解她们的内心渴望。 有人曾说过,深情不及久半,厚爱无需多言。 想要真正捂热一个女人的心,不需要太多山盟海誓,也不用太多密语甜言,多一点关心。 少一点不耐烦,多一点陪伴,少一点敷衍,就已经足够了。 无论爱情还是婚姻,女人最抗拒不了的,是这三种男人,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,就算日子再苦也有回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